这个小公园就离开了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到这个小公园溜的一圈 年龄大了就是想把生活节奏慢起来 觉得年轻的时候其实足够充实了 所以年龄大了就不需要再生命了 挺好的 思考思考 回忆回忆挺好的 午后的旧金山 这边是绿灯吗 旧金山四季不分明 不过现在看到桃花杏花开了 表明是春天到了 地上的落叶又像秋天 这妹子这个要减重了 昨天吃的啥呀 昨天饿了 隔壁那个老两口回来了 那老太太又开始在厨房里炸那个鱼呀虾呀 整的满屋都是油烟啊 然后他们的房间敞着门的 有股老人味啊 特别熏人啊 所以他们回来之后呢 我就在屋里猫着 什么时候他们关门了 什么时候再去厨房啊 把这个时间错开啊 我跟你说 人还是要自我约束 自我完善 人老了 其实还是要适当的注意卫生吧 别把别人熏坏了 他们是确实是太太熏人了 不知道屋里是衣服不洗 还是被子褥子不洗 特别大的味儿 这边是一个公交车厅 这些拉丁人挺欢快啊 他们这种生活方式 国内一位朋友说这不过一年了吗 他说已经好多公司之前他做的一些工作现在干不动了 我说我能理解啊 我说国内确实是人比较多竞争比较激烈啊 可能对于工作上面的要求也比较高对吧 可能会所谓的内卷也好 或者这种争夺资源也好啊 肯定会压力大吧 它也属于一种很迷茫的阶段啊 包括我也是啊 以前做过的一些工作现在想的不敢想啊 觉得体力脑力都跟不上了 自然的就进行一种降级啊 降维 降低维度啊 所以人呢 需要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的往回收啊 确实是这样 不能说越老了越张狂啊 人老了就是各方面的指标的下降 这个时候不能跟别人比了啊 要把自己的内循环啊整平衡就行了 新陈代谢啊能正常的 吃喝邋遢睡能正常的就不错了 各种指标 碳体维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就非常不错了 所以呢 就是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奋事祭俗啊 大老了就不要了 就是对一些东西接受 让年轻人们去争啊 他们去创造 然后乐见其成啊 对一些人他们好或者不好啊 你都能够接受吧就好了 所以很多人老了之后变得随和了 并不是因为他真的随和了 而是他的体能精力内分泌都跟不上了 他不得不随和啊 他想不随和啊 但是心有驴而力不足啊 心有鱼就成心有驴了 心有驴 这是个老奔驰车啊 灰色的 老奔驰 这几天睡眠还是不充足啊 没规律啊 懒洋洋啊 觉得腿酸 腿软没劲啊 觉得 这就有人就倒堵的 这帮家伙 拉丁人这边挂着这个帆好像是 这种彩色的小旗这种的 在老美这边戴口罩的少了 但是我还是戴着口罩戴着墨镜啊 戴着棉口罩 戴着墨镜 戴着墨镜 嗨 啊 生活就是每天这样过着 有一些演示啊 就是对于 人生内容的一种演示啊 就是 社稻园方發的那个视频 我看到那些小女孩们做整容手术 我觉得挺没意思的 挺没意思的 这边是搞什么活动的 这里面健康社区 免费的NACAN NACAN是吸毒人用的解毒的那种东西 这是他们摆的摊儿吗 摆的摊儿吗 这社区做善的社区 这里面以前是打疫苗的里面 以前是打疫苗的 地铁口 原来有那种报箱 后来都拆了报箱 这走的气喘吁吁的 走一会儿就开始喘 身体确实是缺乏锻炼 确实是睡眠不足 现在闹钟对我不起作用了 变得很混沌了 生活 变得很混沌了 变得很混沌了 这个白人 这个白人女的 胳膊上那个肉真恐怖啊 嘎嘎嘎嘎嘎的 所以白人的皮肤并不好 走的气喘吁吁的 感觉有出气儿没劲气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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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术免费的 idea 免费的思想 免费的灵感 这老外穿上大口铲啊 这个小狗 主人给它扔东西让它咬呢 这小毛狗 腿比较短啊 挺可爱的 该报税了 到了报税季了 老美这边的生活压力 账单压力并不小 昨天一位朋友说 美国这边的好多华人都疯掉了 我说是啊 其实都疯掉了 而不自知啊 我说我也 神经错乱了 生活中 我说我还没疯 但是我是错乱了 神经错乱了 唉 错乱了 错乱了 我不喜欢这种 既要 在美国这边肉身的生活 又要盯着国内的事啊 我不喜欢啊 我还是想放下一些东西啊 尽量减少头绪啊 真的 够了够了 受够了受够了 想把生活变得简单一些 做些两个